开局一张图啊 昨天在网上看到有个人发了个帖子 说同学出国了 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所以我报警了 这个人的原意是说 和他一起摆烂的同学 平时一起摆烂一起耍废 但是突然之间同学告诉他他要出国了 然后他就仿佛觉得自己被抛弃了一样 为什么别人可以说出国就出国 于是心里很不平衡 我在下面留了个言 一夜之间得到了无数的赞和评论 都把我吓坏了 实际上这个世界真的很残酷啊 平时一个班的同学 或者说一个单位的同事 感觉每天是相互都能见到 甚至你们一起耍废 一起摆烂一起吐槽 但是在看不见的地方 你知道别人做了什么吗 也许别人已经等了十几年的 亲属移民排期 也许别人这么多年来省事检用 家里攒了一笔钱让他出国 或者说别人背着你学习 考了托福 考了GRE 拿了奖学金 拿到了offer 都有可能 所以说人和人 或者家庭和家庭之间的差异 真的是比肉眼看到的 要大的多的多啊 你以为大家都是普通人 一起耍废 也许二十年前 他的阿姨就已经出国了 十年之前 阿姨通过亲属移民 把他妈办了过去 他妈办成了之后 又给他办了亲属移民 十年又十年 你以为他和你一起 从小到大耍废了二十年 但实际上 别人在背后把什么事都干了 但是我不明白的是 为什么别人出国 你就要嫉妒 就要报警呢 他是获得了什么利益了吗 现在出国不代表发大财 不代表你有特别高的能力 或者说财力 任何人想出的话都可以出 但凡在国内体制内 或者说家里有特别强的社会关系 可以让你赚到钱 过上舒适的生活 谁还愿意出国啊 真不明白这网友 为什么会嫉妒 给你帮你帮我 好